特別是這位新的朋友 現在是弟兄 但一個禮拜之前都不明明是弟兄的 我是會用廣東話傳譯的 你可以分享你以前的心態 然後你可以介紹 謝謝你 大家好 我第一次上台就比較緊張 然後我也不會講粵語 請大家偷偷包涵 我呢叫Buster 這個上台要保護你 就是我之前 我之前的心態就是 我經常會想 活著的意義是什麼 雖然有些人不會想這個問題 但是我是從小到大就會思考這個問題 那我呢 第一身我代表他 就是我以前想到生存的意義 但是很久沒有想 但是我經常都會想 為什麼我生存呢 然後呢 我覺得我活著的意義就是 完成目標 一個一個又一個的目標 我覺得我要完成我的夢想 那我就覺得呢 我的人生目的呢 就是要完成我的目標 一些想達到什麼的東西 然後我很小的時候 來過香港 我就想說 這個地方好厲害 那我小時候來過香港 覺得這個地方好厲害 然後我就想說 我高考考試一定要考到香港 我要上香港的大學 那就希望考高考可以來到香港 就是考得成績好可以來到香港 然後 香港的大學 但是大家知道在內陸高考是很難的 但是在大陸考高考是很難的 然後就考失敗了就沒有來到 就考試不是那麼好成績 所以來不了香港 然後但是我沒有放棄嘛 就是大學四年一直努力 所以最後就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學 也算完成了我的夢想 那就很勤力的 大學的時候 最後就考到來香港的中文大學 讀碩士學位的來中文大學 但是呢就是 完成夢想 我以為我從此以後就會很開心 每天過得很充實 我就以為我讀書讀那麼多 我就會很開心了 但其實呢就是上課 上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突然會感覺 哦 我好像沒有那麼開心 但是呢讀書的時候呢 覺得不是那麼開心 就那個時候我覺得 那如果 這樣都不能填補我內心的空虛的話 我該怎麼辦 每天晚上我就會覺得 好孤獨好迷茫 那我就在想 我讀書讀那麼多也好 我內心都不能填滿這種空虛 那我就覺得很迷惘啊 所以呢有的時候有時候也會覺得很孤獨 然後沒有方向 這個時候就 得到我姑姑的眼見說我 我什麼都有了 我什麼都有了 我有愛我的家人 我有我的學歷 然後我也有親朋好友也有愛情 但可能為主就缺乏一個信仰 那我就跟我姑姑說呢 說出我這個愛心的情況 那姑姑就告訴我 是需要耶穌的其中幫助 對然後呢就 你見我見了耶穌師 然後就謝謝他 告訴我神的存在 然後慢慢了解到 什麼是神 你可以講 以前你信有神 但我信耶穌是神 這點你可以解釋一下 就是之前我信神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神是否是耶穌 以前我信神 但我不知道這個神是耶穌 我始終相信 就是有一個高我們人類圍度的一個東西 就相信比人更高的有個神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誰 因為我沒有聽見過他跟我說話 我就不知道他是誰 因為我沒有聽到他跟我說話 所以我就很迷茫 就我想信他 但是我心裡不能誠實地說服我自己 我想信神 但是我自己就有迷茫 因為我不知道他是誰 你為什麼會信神 感覺 首先是感覺 就是一種高人感覺 我覺得有個神的 我覺得很奇妙 因為我這一生 其實我覺得是被安排好的 由於這樣一種感覺 在一生之中 我覺得好像一條路 被安排好的感覺 對 因為很多東西都真的很巧很巧 少了中間任何一環 我可能都來不了香港 有很多東西好像很巧妙 如果其中一些缺騙都來不了香港 所以我就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 冥冥之中 有一些東西 有些人說是上天決定 就是天命 有一些是什麼 我就覺得可能是一個高維度的東西 但我不知道那個是耶穌或者是什麼 有些人就說上天注定 他就覺得有個神去掌管這些 所以 帶著這種疑惑 我就找到了耶穌師 我想請教說 有沒有神的證據 我想聽 當他找到我之後 我向耶穌師 想要解釋 如何知道誰是神 然後耶穌師就告訴我很多的證據 有人的證據 有書籍的證據 然後也有歷史的考證 然後也有歷史的考證 然後耶穌師就解釋了 就說有 有語言 有科學性的證據 有法官的證據 還有經歷性的證據 證明 真的有 聖經是神的說話 就是耶穌是神的 而子來到世上 祂都是神 對 然後其實我自己也看過一些 就是得到的印證 我自己也看過一些書 就是冰死體驗的一些 我們討論過的 就是我看過一本書 叫天堂的印證 就是國外的醫生 然後他治療一些死的 快冰死的病人 他們看到一些意象 後面證明是 確實是有天堂的證據 我以前 我代表他 以前都是找 看那本書 就說到有人死了 去到天堂 就是有個天堂的證據 我以前也聽過這些 不過我不肯定 然後就通過跟牧師的交談之後 我就感受到這個 他讓我自己禱告 他覺得我 其實是受到神的眷顧 我就嘗試自己禱告 那麼 當時來說 耶穌師 告訴他 你試試自己祈禱 因為 我洗一身 用他 因為不是很容易 我跟他說 因為我跟他說的時候 我覺得他有些感動 我就覺得聖靈會做功 我就說 你自己跟神說話 你求問神 你是不是耶穌 求神 求神去請教他 他自己祈禱 等他自己去經歷 好過我跟祈禱去經歷 照他自己祈禱 然後呢 我就嘗試自己禱告 我把我的心裡話 說給神聽 說著說著呢 我就有一種感覺 一個是 很感動 終於有一個人 可以聽我的心裡話 然後呢 他自己祈禱 然後呢 他的過程呢 就覺得很感動 因為覺得有人聽他的話 你覺得 年長的書 我聽你還是神聽你 當時說 當時 有點分不清 實話實說 不是分 神聽他 還是我聽他 然後呢 後面的話 就是 因為我們後面還聊過一些具體的問題 就是 愛心的問題啊 加工的問題 我自己的問題啊 我就請教了葉孟師 好 你請你再 講清楚一點 關於禱告的過程 你所經歷的 因為他其實有很多經歷 可以嗎 我都聽那個 再說一次 這是經歷 我自己的 當時在你自己禱告神的經歷 就是 當時我禱告的時候呢 我跟神 我很想見到神 我說神 你快出現 我想聽你的聲音 你告訴我你存在 我不換你 我請求你 我請求你的幫助 這個時候呢 他呢 就跟神說 神啊 你是不是真的呢 我很想見到你 我聽到你的聲音 求你向我 啟示 指示我 然後呢 我慢慢會 好像會 老海中會看到 神的臉 一個畫像 意象的兩絕 像一個圖畫一樣 神像出現一樣 但是呢 好像中間會有閃毀 會有很恐怖的畫面 他又看到一些恐怖的畫面 因為他當時還沒信 所以他還在一個邊緣 所以他就看到 魔鬼那些恐怖的畫面 就是來回切換 來回切換 就是 又會看到神 又看到魔鬼在他面前 然後最後呢 就是 就感覺到 有光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自己 慢慢都會揚氣頭的那種 會看 好像能看到 就是說 有 有光 照在我身上一樣的感覺 那後來呢 最後呢 就變得有光 在上面照下來 那裡 然後 然後 就結束了 就是我自己倒高的時候 你也很感動 是不是 可以吸引這個感動嗎 這個感動就是說 你終於找到一個出口 找到一個出口 可以把你所有的委屈 所有的迷惑 所有的真心話 都可以說給他聽 我好感恩 有一個神 可以這麼傾聽我的訴訟 感覺當時壓抑得到釋放 這種釋放也是一種感動 那種感動呢 就是能夠找到一個神 回答他那個疑問 讓他知道這個神是誰 然後 後來我為你按手禱告 對 後來呢 後來呢 那個時候感覺 就好像感覺 我身上 有一圈光一樣 是暖色的 黃色的 溫暖的光 圍繞著我 就好像有一種 暖的光 黃色的光 圍著我 好像就得到了指引一樣 他給了我一種 很安心的感覺 好像就是 有一個聲音告訴我說 什麼都不用擔心 就這樣 然後做成熟足了 很安心的 然後 最後一次 後來解釋很多真理之後 我也再請你自己禱告 然後我再為你按手禱告 最後的自己禱告和按手禱告的經歷是怎麼樣 有 當年第二次 支持打架 跟第一次支持打架 有沒有分別 有 第二次感覺會更強 第二次祈禱 即是說 好了 和慧琦研討 我也都帶他去聖耶穌 然後第二次他自己祈禱 他就覺得是更強力的 就那個時候我有勇氣了 我突然好像知道自己 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好像可以做這個事情 就有勇氣了 好像我想要做的事情 可以做到 因為我大學 我研究生學的是房地產 他讀的是房地產的 但是 我其實很想做一個心理醫生 其實他就很想做心理醫生 醫治人的心靈 這是我從小的想法 但那個時候好像就 因為 因為我好像 就是有一個聲音告訴我 你有一個特別豐富的人生 即是好像告訴他 你有一個很豐富的人生 對 包括牧師也告訴我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那我就跟他說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神知道 祂有個計劃給你的 對 所以說 當我依靠祂 信靠祂 我就會有一個平安 喜樂 自由幸福的人生 我一想到這一點 我就釋然了 那我還怕什麼 那我還怕什麼 我一想到這一點 我心就釋放了 很舒服了 不用擔心了 這幾天 你與神的關係怎麼樣 很精 感謝祂 每天都在幫助我 我很感恩 有祂的存在 搞不好 神好看 是是幫助祂 他不幫幫助我 他還幫助我的家人 我可以為你說 因為我知道你的情況 不想說得太清楚 他處理他的家人的 互相的關係 他們家人之間的關係 他有這個勇氣 然後經歷神的改變之後 他有這個勇氣 就是這個勇氣 就是這個勇氣的情況 出來學會 因為他知道家人的問題 但他以前不夠膽 但現在都夠膽不處理 在這幾天之間 不單止他跟神有好關係 也都去幫助家人 面對他的問題 就是很大的改變 你還有沒有想說 你自己的內心 在跟你的前面路的看法 現在來說 你有沒有一些想說 有吧 就是 其實 我覺得我跟上一代人 是有代溝的 就是 上一代人可能不理解 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 我覺得我跟上一輩人 是有分 就是有個代溝 好像不明白 他們不明白他的想法 其實我們這一代人的壓力 是很大的 這一代人是很大的壓力 一個是讀書的壓力 還有一個是家庭的壓力 還有一個是家庭的壓力 家庭的壓力 因為我身邊太多太多 父母疑義的 離婚的 然後還有 從小我也是經歷父母爭吵吵吵架 在這種環境中長大了 因為見過很多家庭離異 夫妻與關係 不要吵架 他都在這種環境長大的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家族 是個很大的家族 他們有很多的恩怨中國 我們下一代也會感受到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種 掙扎的環境上面 一路成長 一路就是逼迫自己 前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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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前進 在這個環境長大了 所以整天都要前進前進 但是為什麼前進呢 就是想不通的 就像讀書一樣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讀書 你喜歡這個嗎 我不知道 只是別人跟你說 人家要學 所以你也要學 對 譬如讀書 可以要讀書 但是為什麼要讀書 他以前是沒有想通的 對 所以當你讀到了 你就會發現 哦 我讀到了 然後呢 但是讀到之後 那又如何呢 好像 都是空虛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那還是虛無的 反正人是要死的 掙到了錢 最後還是要死的 死後去哪 我會對死亡的世界很恐 那因為呢 人死了 就是人人都要死的 所以他對於人生 你覺得很恐怖 就是都是要死的 有的時候晚上睡覺 我看到一個天花板 我突然想到 有一天我會死 然後我一閉眼 想到這個死是永恆的 是永遠的黑暗 我就會嚇 驚一下 驚出一身的 一下就嚇醒 有時晚上 看到那天晚上 就想到有一天我會死了 我會死了 那時候就很害怕 永遠死了 很害怕 對 因為我不能再復活了 所以我就天哪 怎麼辦 就恐懼 害怕死我 因為我也經歷過我爺爺奶奶的去世 因為也都看到他家人 離世人 所以他心想到死亡 很害怕 而且我又想 就是 就是 早晚都會死的 我爸媽也會死 我自己也會死 早晚有一天會經歷 大家都會經歷 想到這個當時就好恐懼 沒有出口怎麼辦 想到家人有一天都會死 有種害怕 所以我現在這麼努力圖書 這麼努力賺錢 有什麼意義呢 只是賺錢 每天都要死 有什麼辦法呢 所以那時候也是一個氣息吧 有個人我就會問 那活著的意義是什麼 有人跟我說 你活著的意義 是因為你要過一個豐富的人生 因為現在有耶穌知道 就是有一個豐盛的人生 當我們有耶穌的時候 但是因為我們有罪 所以我們過不了這個豐富的人生 因為人有罪 所以不能夠有這個豐盛生命 對 所以當我們信靠 依靠神的時候 有問題向祂祷告 我們就可以過上一個豐富的 平安其樂的人生 當我們有問題有罪 我們就求主赦免 又可以有一個豐盛的人生 所以我現在就會很珍惜我的時間 珍惜我做的事情 我會有勇氣 我會活得很感性 這種感性是勇敢的感 所以現在我們會有勇氣嗎 有勇氣嗎 對 就是做什麼事情 我會覺得說 我只有這一次的命 然後我會好好珍惜 然後我對死亡也不會擔心 因為我相信有天堂 我還能見到我的爺奶奶 我能見到我的家人 我自己的靈魂還會繼續活在 那個環境當中 就不會再恐懼 因為那麼多人 我還沒聽到 所以不會怕了 好的 謝謝你 謝謝你 好的 好的 但現在我們 繼續講一下可以請你講 但現在不打 好的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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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傳福音的過程 我先說普通話 然後說廣告話 這是因為 很多時候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沒有想到聖靈的工作 當我跟他談話的時候 我看到首先神真的在他生命中很多的工作 真的感動他去尋求神 尋求人生的意義 這個是非常特別的 我非常感謝神 一個年輕人 讀這個學士 說廣告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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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會 思想到 永生的問題 生命的問題 這個非常奇妙 第一樣 我覺得很便宜 就是他會想人生的問題 讀書成功 應該就不再想這些 但他會想這個人生問題 這個神的工作 第二 當我看到他 真的有這個心 然後我向他解釋 關於神的真實性 聖經的證據的時候 我發現他很有反應 也感受他的感動 所以我就請他自己禱告 因為他自己禱告 經歷聖靈 比我為他禱告 然後經歷更好 他就知道 他自己可以來到神面前 自己可以這樣做 人可以幫助他 但最重要的是神很接近 所以他可以自己去尋求神 我就看到他有經歷 我就請他自己去祈禱 讓他自己經歷到 知道神很真實 於是他就知道是神動功 就不是想到 二牧師幫我才有 二牧師不幫我就沒有了 我最後還是再一次 請他自己去祈禱 他一樣是再經歷 然後我又在外的按手 是幫助他更加被聖年充滿 所以 所以後來我就請他自己禱告 他說他經歷更強烈 讓他知道 他現在有神的存在 他禱告手 有 會已經精神更多 然後 我為了禱告 讓他幫助他保持 我想問你 這幾天你禱告手 有沒有感受神的存在 也保持在強烈的狀態 他說有 他說這些幾天他祈禱時 都有神強烈的同在 但我又說這一點 你必定要保持 才會保持這個強烈的同在 否則 這個強烈的同在 神強烈的同在 不會維持 很多人 今天說你做媽媽 約了約 所以我必定要保持 我都提醒他 一定要保持同時的關係 然後才能夠繼續強烈的經歷 而保持同時的關係 很重要 就是第一 和神關係好 處理生命 處理罪 然後去跟從神 整個把處於神的 強烈的同在 首先是 多愛神 多相信神的恩典 然後 處理生命中的問題 常常親切神 然後神就改變祝福 我希望今天所分享 給大家一個鼓勵 就是神和我們一起工作 神感動人 我們就讓聖靈帶領我們 如何去服侍 也都多被聖靈充滿 讓我們有能力去祝福人 今天我所說的很重要 是我們都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能力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神的強烈的同在 如果我們處理生命的話 就能夠被神大大的使用 希望我們都 最求與神閒烈的同在 與神有親密的關係 這樣的話 我們整個生命就會 被神大大的使用 希望我們都勃起人 神的關愛大家 非常享受 神的天賺 神的聖靈 神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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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聖靈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